113年春节连续假期为2月8号到2月14号共7天 而公入局针对路况做预估管制安排 其中假期后段2月134规划重得路段尖峰时段 设置大客车优先通行的措施 而且同步试办开放高承载车辆通行 也请民众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 113年春节连续假期从2月8号到2月14号共有7天 公入局针对路况做了预估管制安排 其中假期后段2月13到14号规划重得路段 尖峰时段设置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 而且同步试办开放高承载车辆通行 请民众依现场指示来行驶 那我们今年也首度试办了 除了前期的大客车行驶优先 也就是说行驶在内车车道以外 那今年我们把高承载的一个管制 也应用在重得路段 当小客车你搭乘有三人以上的车辆 那你就可以行驶在内车车道 跟大客车优先道是共同使用的 所以在当重得北上 那个尖峰流量的时候 你有高承载的车辆进来的时候 通过重得路段就会比较顺畅 那其他的一般的车辆还是可以进来的 但是他要行驶外侧车道 也就想象到外侧车道是比较容易拥舍的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拥路人 那个在收假期后面这三天 希望说拥路人可以尽早 可以提早北上 就是出山可以北上 那大概就不会碰到这个塞车的情形 如果出事刚好是我们今年 预测最大的一个流量 日交通量会来到两万两千辆 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端出 这样的一个事半的一个高承载的一个措施 公路局为了提高行车效率 除了时段性车总管制 也借由耗制进行梳花路廊车流管理 携请地方警力指挥行车秩序 加强违规取缔等 希望可以缩短车流拥塞情形 同时也呼吁民众上路要遵守交通规则 行车注意安全 也建议尽量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以减少车流量和塞车的情形 借路会欢迎市报道